每一到周四,粉丝们就跟踪了彩票一样开心,因为可以看到天坑新剧情了,想想就觉得安慰,上一集停留在杨叶和陆老师被捆住的位置,像杨叶这种固执的队长也会落到坏人手里,不知道张宝庆能不能凭借聪明才智将人家救出来, 如果张宝庆把杨叶就出来,杨叶就又欠了张宝庆一个人情,他俩的关系也能缓和一下吧,都对了这么久了,观众都希望他们能和平相处了,其实前面的剧情都是比较明亮的,张宝庆一路都比较顺利,虽然难免被打,但最后都被他的聪明才智挽救,观众看得也解气,剧情不拖拉,情节也合理,似乎没什么比较劣的内容,观众看得也开心,不过,重新发布的片尾曲, 暴露了今后的剧情走向,要开始虐张宝庆了,有好几个镜头,张宝庆是眼泪汪汪的,在和陆老师告别的时候,张宝庆从陆老师面前走开,转身的时候难掩内心的挣扎,他哭了,还有一个跑的镜头,张宝庆不知道在追谁,眼中也是满含泪水,这一幕想必也是很虐心的片段吧, 所以观众们要做好准备了,前面的剧情再坦荡,后面难免要扎心,真相总会水落石出,这部电视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喜爱,目前播放量已经破七亿了,可见这部剧的传播度还是很不错的,这部剧没太多感情节,主线还是少年们不怕困难,敢于去冒险,剧中宣扬的思想也比较正能量,张宝庆张口就是唯物主义者, 这也是当今社会哄扬的,总而言之,无论从哪方面,这部剧都是可圈可点,这也难怪很多主流媒体都主动宣传这部剧了,就连央视导演也主动更博评价,央视导演用十一个字,点评王俊凯的新作品《黑粉》这次没话说了,昆导是中央电视台导演,他用十一个字评价王俊凯的新作品,他说,张宝庆,好作品一定会发光,这是一个字, 是对王俊凯饰演的角色的肯定,也是对王俊凯的新作品的肯定,央视导演都点夸奖了这部电视剧《黑粉》这次没话说了吧,记得豆瓣刚开点评的时候,很多黑粉直接打最低分一分,就算没看过也要热意刷差评,这对王俊凯来说是很不公平的,但还好,看剧的人是公平的,最后这部剧得了7.7分,现在涨到了7.9分,也是对王俊凯的肯定, 现在央视导演也认可了,说明王俊凯的努力没有白费,王俊凯说过,张宝庆是他19岁最好的生日礼物,张宝庆这个角色对他来说很重要,他也不止一次说道,张宝庆有很多地方和自己很相似,他很用心地去演彻部电视剧。 请订阅,转发 ant bl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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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